泰武國小的空間設計 就是要讓校園跟部落沒有距離 而泰武國小在暑假期間 舉辦的夏令營 在課程設計上也要讓小朋友 跟部落的老人家沒有距離 所以十天的夏令營 不僅全程要講母語 連課程設計上 也都是老人家自己規劃設計的 因為我們這個嘉西部落 它最大的特色是目標 可是因為它太深山 所以其實很少人知道這個部落 加上它在93年的時候 學校就已經裁定裁測 所以其實這是一個很寂寞的部落 那自從我們學校 因為風災的關係來到這邊 老人家都非常的高興 因為整個部落終身又回來了 孩子的校生又回來 然後加上我們離開之後 我們把這個地方定位成 假日的遊學中心 所以一路以來 也有外面的平地孩子進來 學習我們原住民的課程 也有我們自己學校的孩子 也有教會來辦活動 所以這個地方的老人家 就變成他們就一直有事忙 而且一直可以當老師 哇 而且可以把他們反饋的就... 對 所以等於... 因為我們學校的一個帶動 整個社區進來 應該說我們是得利的啦 因為我們到哪裡去找一批老人家 這麼有熱誠的 可以把這些豐富的知識交給我們 這聽喔 阿嬤做 拉米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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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沒吃進去 今天就都要生了一批一批 一批一批 兩批都是一批 還有別人要問這一批 這個辣米蘿 現在五批 我们今年课程着重在去年度我们是十岁以前的孩子该懂的事 那我们今年这个课程设计在十一岁十二岁的孩子 你准备进入社会的社群 就是原住民部落社群 你应该具备的部落尝试 所以傅傅他们就是教导你说 因为你进入社群 你要有一些知道的是基本的 什么术师可以在山林里面救你的命 什么植物是你没有水的时候 可以直接砍下它的藤蔓 就是饮水喝 所以这一些诸如此类的 垂手可得的山林的知识 这是傅傅他们的课程 所以我们叫做食用 就是可以食用的那个食用 然后可以吃的食用 药用的植物 嘉兴部落的小学已经废校了 学生每天都要坐校车到泰晤国小上课 为在部落内的嘉兴校区 反倒成了泰晤国小 排湾族民族学校的授课场所 这里教的都是传承至祖先的智慧 而且这些智慧都经过整理 成为有系统 循序渐进的课程设计 不仅排湾族的小朋友受益良多 连平地的小朋友也乐于接受 一批志工 协助在旁边摄影 记录 然后顺便帮这些老人家上课的内容 转换成文字 像我们去年 十天就收集到88份的教案 今年会100多份 所以那些年轻人就记录 以后在教的过程 就会有一个完整的造成 而且我们约定前三届课程都不可以重复 因为我们希望累积三年的课程之后 我们希望建立一个比较完整的台湾族知识系统 然后把它编辑成我们的课本跟教堂 好 宣读第二届民族小学结业证书 学生徐博森 恭喜你完成民族教育 十天的课程 希望你再接再立 把根杂生 做一个有部落文化的台湾小孩 孝达忍任 好 恭喜小朋友 我会做出一个用意的 ��家也可以 我得 Lesz Compan� chir藏avi 我们有一个用意的 我们 sport时达的 使用一ического 看到民族就好 看到民族的 另一些 born lena Met